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今天制造霸主台积电的战略天平这些年不太平,分散风险是台积电过去几年全球化的核心逻辑。 在美国亚利桑大建5奈米厂,德国德勒斯登建28奈米厂,日本熊本建6奈米厂,地理上的分散确实帮它规避了大流行地缘的冲击。 但就在不久前,日本熊本的6奈米晶片厂开工仅两个月就按下暂停键,让台积电发现原来最大的风险不是工厂在哪里,而是工厂生产什么。 过去,晶片工艺的迭代周期大约是3-4年,14奈米用了4年,7奈米用了3年半,6奈米作为7奈米的优化版,原本预计能用到2028年。 但随着AI、高效能运算、HPC和电动汽车的需求爆发,客户对先进工艺的需求提前了。 苹果2025年的A19晶片要用3奈米,灰大的H100之后的晶片要用到3奈米,就连汽车晶片都从16奈米往7奈米、5奈米渗透。 这意味着,2027年投产的6奈米厂,刚上线就会面临技术代差的尴尬,客户要么已经转向更先进的工艺,要么有了更便宜的替代选项。 台积电的战略天平,已经从地理分散,转向技术代际覆盖。 曾经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,是把不同工艺放在不同地区。 现在,这个篮子里的鸡蛋,得是刚下的热乎蛋,得跟得上客户的技术路线图。 台积电日本厂的6奈米工艺,原本是为了满足日本本土客户,比如索尼的影像晶片,丰田的汽车晶片的需求,但当它把投产时间定在2027年时,突然发现,所有潜在客户都有了更好的选择。 首先看全球客户,美国客户苹果,挥达,肯定优先选台积电,美国亚利桑那的4奈米厂,或者台湾本土的4奈米厂,不仅产能更稳定,还能响应美国的半导体政策。 韩国三星肯定选自己的3奈米厂,不会跨洋找台积电,这些都完全不需要依赖日本的6奈米厂。 再看日本本土客户,索尼的旗舰手机影像晶片,2026年,就要用到4奈米,比如IMX989的下一代,不会再用6奈米,丰田的自动驾驶晶片,已经和挥达合作开发5奈米工艺,也不会选6奈米,就连日本本土的晶片厂商,Rapidus,都在和IBM合作开发2奈米工艺。 2027年,可能已经有样片,自然不会去用台积电的6奈米。 更关键的是,6奈米工艺的价效比已经消失。 根据Samecon的报告,2025年,6奈米的晶圆制造成本约为12000美元,而4奈米约为15000美元,但4奈米的效能比6奈米高30%,功耗低25%, 对于需要高效能的客户来说,多花25%的成本,换30%的效能,显然更划算。 这就是6奈米的致命商,它卡在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之间,高不成低不就。 暂停6奈米厂的建设,转向4奈米甚至3奈米,对台积电来说不是战略调整,而是不得不做的生存选择。 但这个选择,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挑战。 首先是设备问题,4奈米和3奈米需要集紫外EUV曝光机,而6奈米用的是深紫外DUV。 台积电要把日本厂改成EUV产线,得重新订购ASML的EUV曝光机。 但ASML的EUV产能已经排到2027年,台积电能不能抢到足够的设备。 就算抢到了,还得调整厂房的布局,EUV需要更严格的捷径室,更稳定的电力供应。 毕竟每台EUV每小时耗电约3000度,这些都得重新改造厂房,至少需要6至8个月的时间。 然后是资金问题,6奈米厂的投资约为80亿美元,改成4奈米需要追加至少30亿美元,EUV设备每台约2亿美元,一条线需要10台,改成300米则需要追加50亿美元。 这对台积电来说不是小数目,虽然它2025年的资本支出是320亿美元,但要分散到美国、德国、日本多个厂,资金压力不小。 还有人才问题,3奈米工艺需要更专业的工程师,比如EUV的维护工程师,晶片设计与制造的协同工程师,DFM。 日本本土的半导体人才储备虽然在恢复,但Rapidus已经在抢人,台积电能不能照到足够的人才。 比如,Rapidus的工程师年薪已经开到了2000万日元,折合13万美元,比台积电日本厂的1500万日元高了30%,这对台积电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 实际上,台积电日本二厂的暂停不是战略失误,而是行业规律的必然结果。 他给所有晶片制造企业提了三个性。 第一,技术迭代的速度已经快过工厂的建设周期。 过去,建一座晶片厂需要2-3年,工艺迭代需要3-4年,所以工厂刚建成时,工艺还处于黄金期。 现在,工艺迭代只要2-3年,建工厂还是需要2-3年。 这意味着,工厂刚建成,工艺就已经过时了。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放慢建厂速度,而是边建边改,比如在规划工厂时,就预留EUV的空间,或者采用模块化设计,能快速切换工艺。 第二,客户的需求已经从能用转向好用。 过去,客户只要能拿到晶片就行,不管工艺是多少。 现在,客户要的是最先进的工艺,因为先进工艺能带来更好的效能,更低的功耗,直接影响产品的竞争力。 比如,苹果的iPhone要是用6nm晶片,续航会比用3nm少20%,散热会差30%,肯定卖不出去。 所以,制造企业得贴着客户的技术路线图走,甚至要提前一步,比如客户2026年要3nm,2025年就得把产能准备好。 第三,供应链的韧性不是地理上的分散,而是技术上的覆盖。 过去,台积电认为,把厂建在不同国家就是韧性,现在,他发现把不同工艺的厂建在不同国家才是韧性。 比如,美国有3nm,德国有28nm,日本有4nm,这样不管客户要什么工艺都能快速响应。 地理分散是防风险,技术覆盖是抓机会,两者结合才能真正抗住行业的波动。 台积电日本厂的暂停,本质上是全球半导体行业进入苗表竞赛的缩影。 在这个竞赛里,谁能更快地跟上技术迭代,谁能更准地抓住客户需求,谁就能活下来。 对于台积电来说,改产4nm3nm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,它得学会在快速变化中保持战略弹性,既要建工厂,也要能随时调整工艺,既要分散风险,也要覆盖技术代际。 对于其他晶电制造企业来说,台积电的犹豫不是负面讯号,而是预警如果连巨头都在为投产及落后焦虑,那中小企业更得学会小步快跑,不要做太长时间的规划,不要压住单一工艺,要跟着市场的节奏调整自己的步伐。 最后,对于整个行业来说,这个事件也让人们看到,半导体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建了多少厂,而是能生产多少先进工艺的晶片。 当工艺的迭代速度超过工厂的建设速度,快就成了唯一的生存法则,谁快,谁就赢。 总体来看,当晶片巨头都开始为投产及落后焦虑时,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节奏已经快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 台积电日本雄本的6nm晶片厂,开工仅两个月就按下暂停键,背后的纠结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战略调整,更折射出全球晶片制造格局里隐藏的变量。 当技术迭代速度超过工厂建设周期,曾经的分散风险战略突然变成了压逐错误的风险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